朋友们好,我是石头 上期的视频我们为大家分享了地下停车库 背后不是有一面土墙吗 我们用水泥砖封了四林的砖墙来作为当土墙 并且里面我们是填充了水泥沙浆 应该是非常的结实 以后我们整个水泥板的话 完全是盖住了这一面当土墙 那今天呢,我们要开始沿着打好立柱 做好地梁的位置,开始封墙了 全部都是封二林的砖墙 随着石头的镜头,带你们去看一下 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现在这一面墙呢,和背后就是不一样的 这是二林的砖墙 水泥砖是横着封的 背后的话是四林的砖墙 竖着封的 所以背后的砖墙 所要用到的砖是前面的翻一背吧 现在是第六个砖的高度了 准备要留窗户了 整个地下停车库这边呢 相当于一栋房子的平方 估计还要多一些 面积还要更宽一些 所用到的材料也是非常多的 包括从开始我们分享视频的时候 大家如果仔细看的应该都清楚 我们这边基础是做的非常的扎实 打了桩,进去大概有四米到五米左右 全部预埋的有钢筋 然后在这上面呢,又做了地梁 把这些基础的工作全部做好了之后 最后才是封砖 并且封好了砖之后 我们还要留窗户 还要粉刷 以后里面基本上 说是地下仓库 基本上也算是 一栋房子了 在里面呢 我们就是不做隔墙了 里面的三根立柱 我们是留出来的 方便以后开车 从里面倒车都是比较方便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师傅是刚刚掉好了线 准备在这个位置 五块砖的高度 开始留窗户了 每一面墙我们都是留一个大窗户 保证里面的光线一定要好 像这些二林的砖墙 就和背后的砖墙就不一样了 这里面就是空的 不需要填满这些水泥沙浆 背后的话是挡土墙 我们是从底下 一直到上面都是四林的砖墙 并且是填充了水泥沙浆在里面 漆这些砖是有技巧的 每一块砖压着另外一块砖 都是交叉的 这样子去漆这些砖 意思也就是这些缝隙并不是同的 像在那个角落就需要用到一块二分之一的型号砖了 这边又是一个整块的19砖 这些水泥砖是40x20公分的尺寸 相当于四个边 我们都要浮上水泥沙浆 凝固了之后就非常的结实了 适当的调整 那这块砖就已经封好了 每一路砖都需要这样子单独拉线 才能保证这些砖都是在同一个水平面之上 大家可以仔细地来看一下 是不是很整齐呢 基本上现在农村里面建房子 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高度吧 开始流窗户 因为这是地下停车库 不需要做那种全落地窗 并不是房间嘛 如果是房间的话 现在逐渐的有一些人开始做一些全落地窗了 光线会更好一些 那边已经是砌好了的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面墙的话就不砌了 以后我们车子就直接从那边进入 每一路砖基本上都要用到一块型号砖 也就是二分之一的砖 有的地方还需要用到馒头砖 点湖 点湖 的震灰 点湖 点湖 我们前些天打好的这块水泥瓶 其实用处就挺大了 以前大家记得吧 都是泥土 和沙浆是不方便的 现在打好了水泥硬化之后 在这里面放材料和沙浆都很方便 这边的地下停车库 我们准备留一个单独的卫生间 这样子要方便些 考虑的是 比如说 宅子里面有些酒席之类的 在我们这边办的时候 在这里面开餐的时候 都可以用这个卫生间 比如以后我们家有酒席啊 都可以在这边 很方便的 对不对 这里面就是一个发分池了 大概宽度的话 我们准备做个2米8左右 长度的话就是5米 这么大的一个发分池 准备做三道过滤系统 这边也是一个楼梯间的下方 基本上都是因地之一吧 那边就留一道门 因为这是一个斜面 这边的高度是不够的 到时候中间的话 可能会做一个隔断墙 使用一个卫生间出来 完全是可以的 这边是留门的位置 这里面留的是80公分宽的门 以后这边卫生间的门就从这边进入 是不是很方便呢 所有的工作做完了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修这边的大门了 然后这边现在有土的位置呢 要气为强 像这边 我们全部用到的是 二分之一的型号砖 其实也就是为了以后方便安装包门 所以只用到了这么小的一块砖 作为一面墙 紧靠着这根立柱 实际上我们在封墙之前 已经是全部弹好了墨线 跟着墨线封墙就可以了 这面墙封在了这根立柱的中间 现在基本上低下停车库的砖 已经砌得差不多了 整体的轮廓就是这个样子 带大家来凡事一下四周 我们也算一下 大概用了多少砖 在这背后大概是用了 两千块砖左右 前面的话 差不多一千多吧 一千五左右吧 那加起来的话 应该就是三千五百块砖 一块砖的价格是两块七 剩三块吧 大家算一下 七千块钱左右的砖的成本 加上师傅的工钱 那这边少说又是发了一万多 所以整个地下停车库 加上院把全部做好的话 我们初步算了一下 大概应该在十万以上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底下这块 地下停车库的尺寸呢 是20米乘以11米 这样子进身是11米 宽度的话是20米 总共是220个平方 到上面的院把就要更宽一些了 因为我们四个边都要挑出去 大概一米多左右 所以上面的面积更大一些了 每一面墙 我们都是留了窗户 2米6乘以2米5的尺寸 非常大的窗户 主要就是为了保证 这个地下停车库的光线 一定要好 我们目前是做地下停车库 但是将来怎么去发展呢 我们先不说吧 万一以后这边改做房间 应该也是可以的 毕竟有这样的一个高度 差不多加上天亮之后 应该是三米左右的一个高度 比一般的商品房可能还高了一点点 基本上如果改成房间的话 在这里下也是很宽的 可以做出来很多个房间 因为这边全部都是这样的立柱打好 打好了框架式的 非常的结实 直接从里面做隔断就可以了 其实前些天我也看到有朋友给我留言 说这底下做停车库实在是太可惜了 直接做房间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锁器的砖 所规划的完全都是为了以后可以做房间的使用 包括这些细节的问题给大家说一下 在这背后因为是挡头墙 我们是为了保证这面墙的结实性 直接用了四林的砖墙 然后里面是填满了水泥沙浆 这边封墙的时候 我们已经提前弹好了墨线 就是这个位置 以后这面墙呢 我们粉刷的时候 留了大概一公分左右 这边留了一公分左右的水泥沙浆的一个厚度 然后这边封好墙了之后 基本上就和这边的立柱是平的了 以后这面墙就是非常平整的了 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呢 都是充分的去考虑了很多问题 不管是新建的房子 还是一些改造的老房子 我们都会去考虑很多 虽然我们在建房子的时候 是没有图纸的 但是在心里面 我们已经完全有了一个规划 其实很多小细节就决定了 以后房子到底好不好用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砖墙和背后 都是不一样的 这边的我们就把立柱给留出来了 这边就是有一个角 大家可以看一下 砖墙是封在立柱的中间 所以这边是有一个大概 十公分左右的一个立柱的一个宽度 后期我们开始刮墙的时候 这些都是需要去处理的 包括我们这个外面 预留的位置也比较宽 这边都是可以停车的 后期做了硬化之后 要比那边的马路要高些 这个进村转角的位置 我们预留的也比较宽 比之前要宽多了 以后方便车子从这边路过 那在这边我们也是留了 大概有两米多宽的一个尺寸 距离马路也这么宽 到时候这边的话 做好硬化之后也是可以停车的 但是我们顶上的水泥板是 挑出去大概一米三左右 其实如果是为了节约成本的话 像我们这些窗户是不需要留这么大的 因为必须尽是地下停车库 留这么大的窗户呢 其实只是为了采光通风 留小一点的话 做窗户的时候成本就要节省了很多 谢谢大家 那边的窗户已经砌好了 这边基本上是相同的方法 砌两块半砖开始留窗户 也就是一米 过去就是整扇窗户了 两边都是相同的尺寸 只要是南威塔 就能够找到尺寸 一定要来一面 带来一面 然后这边是南威塔 是南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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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这两天村里面的一些 老大也告诉我说 底下的这个停车库实在太大了 把这边直接盖瓦 可以作为房子来使用了 确实如此啊 朋友们也看到了 底下是很宽的 以后可以停下很多车 包括底下以后 我们做一些杂物间 堆放东西都是可以的 那你们觉得发挥这么大的一个成本 去做这个地下停车库 到底值不值得呢 好了朋友们 我是石头 欢迎大家评论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